韩国女星张子言2009年在家中上吊自杀,留下的遗述中结巴了她是被韩国娱乐圈的黑暗势力导致精神崩溃,最终采用死亡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,年纪轻轻的相消遇,令人惋惜。 直隔九年,韩国警方在舆论的压力之下,重启张子言自杀案,整理出了近5000页的相关责任人的最终记录,并将在八月份做出最终的裁决。 随着张子言二届的不断进展,我们也知道了大量的细节,原来,张子言在短短四年时间,竟然服务高层人数多达31人,服务次数更是超过100次。 他幕后的老板金某,更是利于身心,即使在张子言父母的近日,都不肯让他休息。 逼着他接待客人,张子言稍有不从,金某便会对他进行毒打。 张子言按键重审,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。 不过,大量细节的披露,倒是让我们知道了,韩国娱乐圈有多么不堪, 如果你不想打工,不想用自己的青春成就他人的梦想,渴望成功,我愿意手把手教你,改变你的人生方向。 欢迎交流。 导师,1021804481这些大佬竟然对张子言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开放和折磨。 双管齐下,三门打开,强制挂药,自摸释放,啤酒瓶事件,高尔夫事件,甚至到挂金沟事件。 以此次刷新人的三观,让人简直难以想象,张子言经受这些折磨的时候,到底有多么痛苦。 说到近日韩国张子言暗又重新被提起,网友们也是为其鸣不平。 这位漂亮的女星生前简直就没被娱乐圈的大佬当人看,十足的一个玩偶,这也凸显了韩国的不良风气,以及娱乐圈不堪入目,都可以了,真的是让人十分恶心。 只能说全世界的娱乐圈都是一个一样,杨幂和蒋新警戒只是碰到过,也并未受到实际性的伤害。 而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女星却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,她的名字叫张玉。 2003年,张玉以一段性爱视频,来开娱乐圈潜贵子弹幕,也令导演黄建中暗也不保。 2006年,张玉又一次向媒体大爆猛量,陈器共收集了三十余盘录像带,其中包括众多知名导演,纸片人前规则片段。 与此同时,她还自负被某部戏的副导演要求赔税才给角色。 娱乐圈,该怎么拯救你?原来在张玉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,她一年间被将见三十名导演玩耍, 而这些导演都是在张玉换衣服时候透过电信疯狂的折磨她。 当时张玉就将此事曝光了出来,可是媒体一直认为张玉为了红而炒作的。 因此张玉将自己的录音和录像全部交给了媒体,原因就是想通过媒体给自己讨个公道而已。 当时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 在爆料中,张玉说道不光是自己需要陪伴那些导演的,甚至有时候就连自己的闺蜜一起需要上阵的。 为那些娱乐圈大佬们寻找刺激感,张玉曾向媒体爆料,趁某位导演和张玉的闺蜜在导演的家里上演启蒙教育。 张玉和闺蜜他们俩然当着领导的面开始上课,最后还把自己跟闺蜜一件双吊吊了,最后这件事也没怎么处理,反而直接被封杀掉的。 你们觉得呢?快来下关注评论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